今天早些时候,欧挂32强球队已经全部出炉,球队分当情况也全部明了,32强分当情况如下,第一棒,皇家马德里,马德里竞技,拜恩慕尼黑,巴塞罗那,尤文图斯,巴黎圣日尔曼,曼城,莫斯科火车头第二大, 多特蒙德,波尔图,曼联,顿耶斯科矿工,本菲塔,拉布纳斯,旧次,罗马第三道,利物浦,沙尔克林斯,比昂,摩内哥,巴伦西亚,阿加赫斯,莫斯科中央陆军,埃因霍文第四道,贝尔格莱德红星,比尔斯胜利,布鲁日,加拉塔萨雷,波尔尼年轻人,国际米兰,霍芬海姆,雅典雷EK 今天晚上,是二点欧冠小组赛,抽签仪式将正式开始,同时欧组连也将公布上赛季各个位置的最佳球员, 纳瓦斯将跟阿利松,布逢竞争最佳门奖,马赛洛,拉莫斯,阿拉内将竞争最佳后卫,克罗斯,莫德里奇将跟德布劳内竞争最佳中场,C罗将跟梅西,萨拉赫竞争最佳前锋,莫德里奇,C罗将跟萨拉赫竞争,欧组连赛季最佳球员 在欧组连的这份候选人名单中,每一个位置的候选人都有着黄马或者上赛季效力于黄马的球员,门将位置上游奈瓦斯,后卫位置上三名候选人均是银河战舰成员,中场有两人,前锋有赛季莫里队的C罗,最重要的奖项赛季最佳球员,也有两名前黄马球员入选,分别是C罗和莫德里奇,黄马在各个位置上都会出现, 有着强有力的竞争力也是球,对能够达成欧冠三连贯的保证,今天晚上,黄马很有可能成为最大赢家,虽然C罗已经远走尤文图斯,但是他能够成为最佳球员,和最佳前锋的热门人选,凭借的还是上赛季在黄马的表现,目前C罗在尤文图斯两轮比赛还没有能够取得进球,不过相信C罗会很快找到进球的方式, 毕竟C罗从来没有让喜欢他的球尼失望过